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一样呼吁大家就是 如果大家看到视频上方出现幸运数字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底下留言 那我们将会抽奖送出五枚佛牌 送给大家作为抽奖礼物 那这一期呢 我们要送出的将会是 所以希望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的活动 那我们正式进入主题谈一谈 佛牌对于这个鬼节的话 到底有没有作用 那当然肯定的如果你带的佛牌 是正法正妙的 有好的师父加持 好的用料 好的磁场的话 那对于驱赶这些所谓的一些不好的灵体 那肯定是有作用的 所以呢 佩戴佛牌的话 可以保护我们自身 免于这些灵体的侵害 但是它不能够附身 不能够伤害你 它并不是说它不能够出来吓你 这个是重点了 所以呢 佩戴佛牌 并不代表你就不会遇到他们 或者看到他们 那只是说你有佛牌的保护的话 可能他们就没有能够伤害你而已 而且在一些情况之下呢 佛牌的作用呢 可能也是起不了作用的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第一种就是你去到它的地方 怎么说呢 有一些所谓的灵体呢 它在一些地方去世 而且去世的时间呢 非常的长 所以呢 它跟这个地方啊 基本上整个磁场呢 已经融为一体 甚至说呢 它本身可能也有修行 所以呢 它会成为这个地方的 一个所谓的地主的一个存在 而且呢 如果对方是有一些邪念的 有一些怨念去世的话呢 甚至可能会成为当地的一个怨灵 那你去到他的家的情况之下呢 那你佩戴什么 其实作用都是不大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在 这个月份里面呢 随便去一些可能阴气比较重的一些地方 那如果遇到了这些所谓的 它在这个地方长久居住的怨灵 或者灵体的话呢 那可能你佩戴什么东西 作用都并不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就是我们入住一个家里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做泄土 一定要安地主 我们可以不安天神 但是一定要安地主 因为这个地 是它比你先入住的 比如说我们进去酒店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敲房门 然后呢 知会一生 因为这个呢 是它居住 它占据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呢 它的能量是最强大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 如何避开这些情况呢 来保护我们自身 再来呢 就是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它可能它不可以伤害你 但它可以捉弄你 就像是古曼童 或者是宋春童子 或者是爱凯天童 类似这样子的灵体 那可能呢 它并不能够伤害你 可是它可以作弄你 我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奇异的经历 那我去了宋春庙之后呢 那我们就住在一个 泰国的一个度假村 那那个度假村 其实我们之前也住过了 住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发生 可是那一天晚上呢 我却两次的 真实的感觉到 有人在拉我的被子 可是我一转身 也没有什么东西 我心里想说 没有可能把我走庙 还有我身上带的东西这么多 怎么可能还会遇到这些事情吗 难道说这个房间有古怪吗 可是上次入住也没有怎么样啊 结果早上起来之后呢 跟同行的朋友一讨论啊 他们就说 会不会是宋春童子啊 昨天我们刚刚拜了宋春童子嘛 那听说宋春童子呢 以前在寺庙里面呢 也是经常呢 去捉弄他的师兄弟的 拉人家的脚啦 拉人家的背担啦 拉人家的头发啦 突然跑出来吓人等等的 我们一想就明白了 因为呢 佛牌 它可以保护你 免于一些有恶意的一些 就是灵体的伤害 但是这些他没有恶意的 他纯粹可能就是想作弄你 想跟你玩的话 那可能呢 这一方面呢 尤其是针对一些像古曼童啊 像宋春啊 像爱凯这些 有修行的一些童子的话 那可能佛牌的作用呢 也不是会非常的大 但是佛牌呢 绝对是可以帮助我们 免于这些邪恶的灵体的侵害的 最后呢 我就跟大家说 其实这些灵体啊 其实只要我们不去冒犯它 它也很少会来主动找我们的麻烦 相比于人的话呢 其实人性要比这些灵体 更加的可怕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这整个农历七月 大家只要抱着敬畏之心 那其实我们少去触碰一些竞技的话 那比如说像有在烧那些 所谓的纸钱祭品的地方 我们就尽量不要踩到 不要跨过 那比如说一些比较阴的地方 像海边的话 我们就尽量不要在晚上去那些地方 然后呢 也千万不要在这个所谓的鬼节呢 去搞什么鬼屋探险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点说到的 如果你去到它的地方 你带什么东西也保护不了你 还有呢 比如说晚上驾夜车的话 在车上就安个龙婆托的法像 或者挂个龙婆托的佛牌 那我们自己本身呢 可能在这一个月份的话 可以佩戴一些辟邪的一些生物 比如说像是挡将被 比如说像是灭魔刀 等等的一些 可能比较强效的一些 像鬼王 套位苏安等等的佛牌 在这个月份呢 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首选的 一个佩戴的一些生物跟法像 所以我希望我今天一点小小的分享呢 能够帮助大家呢 更加去了解 佛牌在这个月份的一个作用 那希望大家继续点赞支持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